一直以来,中医在医学界饱受争议 有人认为中医博大精深是几千年中华文明医学实践的成果 也有人认为中医无法用现有的科学原理去解释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中医是如何震惊西方世界的故事 这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名为《九千银针》 故事的主人公叫戴文,他是一名美国健美运动员 在健身过程中突发中风 在送到医院经过抢救后,生命得以挽救 但不幸的是,由于瘀血压迫神经,导致全身右半边麻痹 戴文以及他的家属被告知下半身都只能躺在床上 得一直有人看护 顶着困难,戴文的家人不愿放弃 且一直坚持为他治疗 在医生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之下 戴文开始有些轻微的恢复 他左右腿可以缓慢的移动 偶尔还可以说几个单词 但就在情况稍微好转一点 糟糕的麻烦再次出现 保险公司将不再提供后续康复训练的费用 之后的所有治疗费用需要由他自己来承担 因此出于无奈 戴文的妻子只能带他回家休养并悉心照料 戴文的弟弟也四处求医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了一篇文章 是一个曾半身偏瘫的女人 讲述自己赞美寻医无数无果后 在中国经过三个月的中医治疗后康复的故事 这让戴文的弟弟看到了一丝希望 他立马和对方联系 对此戴文的其他家人起初是表示怀疑态度 在弟弟的吉利促成下 最终大家决定试一试 但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 家里已经没有存款了 最终在社区的帮助下 大家共同筹集了一万美元的捐助金 带着所有人的期许 戴文与妻子于2008年4月20日 踏上了去中国的求医之旅 来到中国后 中国医生首先为戴文做了基本的检查和测试 发现他的脚趾无任何知觉 右腿也无法完全抬起 医生表示了解情况了 随后就拿起了银针 开始为戴文施针治疗 奇迹随后就发生了 医生为戴文的人踪 以及左右腿其他几个部位扎上了针后 戴文突然叫了起来 因为他的右腿突然感觉到了疼痛 在这之前 他的右边肢体是完全麻木的 随着医生的操作和指令 戴文的左右腿都开始可以移动 看起来比以前更加灵活 这一奇迹的发生 让戴文以及他的家人都看到了希望 在数日的治疗下 戴文已经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东西 脚趾也可以灵活地运动了 在后续治疗方案中 医生又为戴文舍底施针 从这之后戴文说话开始变得清晰连贯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治疗之后 戴文的视力也开始恢复了 全身开始逐渐复原 例如在搀扶下可以行走 上下楼梯等 经过一系列的中医治疗 戴文奇迹般地慢慢康复 回到家后 他依旧每天坚持康复训练 慢慢地 他甚至重新走回了健身房